联合国世界观光组织UNWTO 今年4月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为由 暂停俄罗斯会员资格 而俄罗斯也在本月10号宣布退出UNWTO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在国际上受到排斥 不但遭到全球多个组织撤销资格 还持续面临各国的制裁 俄罗斯持续抛轰乌克兰甚至有占到最后一刻的意图 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宣布 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丁和数十名俄国高官 包括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等措施 不过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 现在已经迈进第四个月才实施制裁 似乎已经没有实质的影响 但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 特别是顿巴斯地区 有将其完全摧毁的行为 乌克兰认为还是有必要拉高制裁的压力 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丁 似乎不认为各国的制裁 会对俄国造成太大的影响 普丁9号表示 以本地生产取代进口来规避西方国家的制裁 并非万灵丹 因此正在寻求新的贸易伙伴 更认为现在不可能可以把俄罗斯这样大的国家 完全置之门外 一定会有人跟俄罗斯合作 事实上乌尔战火对乌尔通缉都相当大 乌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乌克兰今年第一季国内生产毛额 较去年同期萎缩了15.1% 国际货币组织IMF更预估 乌克兰全年经济将萎缩35% 环宇新闻图文君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